爱上看图写画 我已经把这周的知识做了简单生理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好呀 我们这周学习的新本领事 怎样去描写不同的自然景观和气候 比如河岸春景 夏日和堂 秋日美景 冬日雪景 江海彩虹等 在学习描写自然景观和气候的过程中 你发现了什么小窍门吗 我发现不管是描写季节的美景 还是天气的美景 我们都要按照一定的顺序 有步骤的描写 冬冠熊 我们要怎么使用这个小窍门呢 你可以举个例子说一说吗 比如描写夏天山上的森林美景 我们就可以按照从山脚到山顶的方位顺序来写 山脚生长着一片一片深绿色的森林 向上望去 森林的颜色在不断变化 浅绿色 黄色 直至山顶裸露着褐色的石头 你这是按照方位顺序来写的 还有什么顺序呢 还有时间顺序 比如描写大雾天的景色 我们就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写 早上的时候 雾气拢着整个城市 人们好像走在云彩里一样 到了中午 雾气渐渐散去 太阳从天空中探出头来 冠冠熊 你说得很好哦 那还有其他的小秘诀吗 哦 让我想一想 提醒你一下吧 我们描写季节天气美景的时候 不仅要讲顺序 而且还要抓关键 哦 我想起来了 我们在描写季节天气景观的时候 可以抓住景观的关键特征进行描写 比如要写火烧云景观 我们就可以抓住火烧云的形状来写 比如火烧云的形状各异 有的像只小马鞠 有的像小狗的头 有的像一朵蘑菇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抓住火烧云的颜色来写呢 当然了 比如火烧云的颜色不一 有的红通通的 有的是橘红色的 说得真棒 冠冠熊 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地玩游戏了 画一画 你来说 我来画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猜一猜吧 那我们快点开始吧 爬至半山腰的时候 人们走在其中 好像腾云驾雾的神仙一样 当爬至山顶的时候 向山间望去 风一吹 便像是大海涌起白色的浪花 有的像一条大鱼 在游来游去 有的却像一只大乌龟 一动不动 靠近太阳的 则被映成了红色 活像一条红色的鲤鱼 我画好了 你猜出这是什么景观了吗 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吧 请你也来画一画 你熟悉的美景吧 试着把图片的内容 描述给爸爸妈妈听 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 你描述的是什么 加油哦 谢谢观看 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